現在我們就要進入這一段的重點 就叫做機械能守恒 力學能守恒 問問題 把一個石頭垂直向上拋的時候 在上升的過程中 重力做什麼 我問的是他做正攻還是做副攻 我問他做的是 往上丟的時候 重力做正攻還是做副攻 31號 31 副攻 請坐 我們往上升的時候 重力做的是副攻 那麼在這個做副攻過程中 上下過程中 未能增加還減少 動能增加還減少 問的是他增加還是會 他在增加還是在減少 動能增加還減少 未能增加還減少 請你告訴我 我們請 為什麼想要找女生抽不到 20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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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增加 未能增加 動能 請坐 往上升 往上升高度越來越高 所以未能會增加 速度越來越慢 所以動能會減少 好 好 那 往下掉的時候 重力做正攻還是副攻 往下掉的時候 重力做正攻還是副攻 十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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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往下掉的時候 重力做或是正攻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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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動能增加了 未能就會減少 未能增加了 動能就會減少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如果你用運動學的過程去算 你可以算得出來 我們不算 我只告訴你結果 你可以算得出來 從上升跟落下 在相同高度的時候 高度相同 可是什麼相同 未能會相同 同時呢 速度也相同 可是動能也相同 所以在同 不管是上升還是落下 同樣的高度 動能一樣 未能也 一樣 最高點的未能 最高點不動了 所以沒有動能 最高點的未能 跟最低點的動能是 一樣 因為我們最低點的未能當作是0 是一樣 一樣 然後呢 所以剛剛講過 高度一樣的時候 不管上升還是落下 動能跟未能都會怎樣 一樣 而且你可以算出來 加起來是一樣的 動能加未能的值是一樣的 所以最高點只有 未能沒有動能 最低點只有 動能沒有未能的數字是 一樣 這就叫做所謂的 機械能守恆 重力做工的時候 感覺就是 動能跟未能互相轉換 動能減少 未能就增加 未能減少 動能就增加 動能換未能 未能換動能 可是總和是不變的 這叫做機械能守恆 動能跟未能 合稱叫做機械能 或者叫做力學能 那麼如果只做到重力 或彈力的時候 那麼總和不變 我們稱為力學能守恆 或者是機械能守恆 為什麼會有彈力 因為有所謂的彈力未能 其實還有一個電位能 可是因為我們國中 基本上沒有特別交電位能 所以我就不提他了 我們就沒有提他 所以我們就只有 重力跟彈力 如果只受彈力作用 力學能守恆 如果只受彈力作用 力學能守恆 動能加未能 重力未能加動能 或彈力未能加動能 那麼這個力我們就稱為守恆力 重力跟彈力我們就稱之為守恆力 就稱之為守恆力 因為他在他的作用之下 在他的作用之下 力學能是守恆的 力學能守恆的 這叫做力學能守恆的意思 就是動能加未能等於定值 所以以後 如果跟計算體有關係 就很簡單 動能加未能等於動能加未能 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方式 我的觀念就是 動能加未能會守恆 大小不會變 這就是簡單的介紹 力學能守恆